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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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年轻表演艺术家 在这个国际舞台展露光芒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武警 温哥华报道 好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近日美国警察枪击黑人嫌犯后 引发激烈反应 继达拉斯警察遭阻击之后 美国另外三个州也发生了警察遭攻击事件 7日 田纳西一名37岁男子斯科特向一家酒店开箱后 在高速公路捅警方驳火 打死一名妇女 打伤数人包括一名警员 此外 美国密苏里和佐治亚州8日 也有警员遭到伏击而受伤 但当局未确定作案者的动机 在这同时 美国一再发生白人警察 枪杀黑人嫌犯的事件 普遍引起人们的不满 美国多个城市8日继续有数以千计的民众 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纽约 亚特兰大 费城 旧金山和菲尼赫斯等城市 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不过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冲突或伤亡事件 美国犹他州沿湖县卫生部前日通报 当地一名感染债卡病毒的患者上月死亡 是美国本土首宗债卡相关死亡病例 死者属年长人士 健康状况不明 据报曾赴债卡活跃地区 后来确诊感染病毒 当局暂未能确认病毒如何导致病人死亡 据了解 债卡病毒可经过蚊虫叮咬或性胶传染 一般引起发烧 肌肉或关节疼痛等轻微症状 多数患者甚至没有出现症状 目前暂无根治药物及疫苗 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克一名七巡男子 2月因债卡引起的严重血小板缺乏症死亡 是美国首宗债卡死亡个案 奖金高达5.4亿美元的美国百万大博彩终于有了得主 印第安那州售出了唯一的得奖彩票 这名幸运而赢得的奖金是美国博彩史上第七高的奖金 据悉 这次的得奖号码是8 19 20 55 73 以及超级数字5 百万大博彩的大奖抽奖范围是44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和美署维尔金群岛 玩家要从1至75之间选择5个数字 超级数字从1至15之间产生 美国过去抽中的最高彩票金额是强力求大奖16亿美元 是今年1月由三个州的玩家共同赢得的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被戏称为牛奶金 最新的儿童福利金7月开始发放 据悉 本月20号 加拿大满足条件的家庭将接收到第一批寄送的牛奶金支票 按照新的规定 6岁以下儿童每人每年牛奶金最高额为6400加元 6至17岁每人每年最高额5400加元 牛奶金发放额按家庭的净收入而定 年净收入不超过3万加元的家庭可领到全额 年净收入超过19万 则牛奶金为零 另外 新的牛奶金属于免税补贴 是确确实实进入了自己腰包的钱 不是需要交税的收入 对于那些有新生儿的家庭 孩子父母可以登陆政府官网申请牛奶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长江房总11号指出 今年入训以来 长江流域经历多轮强降雨 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截至目前造成4900多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 超过220人因灾死亡或失踪 但是新一轮强降雨又将来临 12号起 湖北省绝大多数地方又将出现中到大雨 而从13号起 中东部地区也将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 尤其是江淮 江汉 江南北部沿江附近地区将有50至90毫米降雨 局部降雨量可能高达120至200毫米 民政部统计 尼泊特造成福建 广东 江西三省63人受灾 9人死亡 23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28.3亿元 上星期发生台铁火车爆炸案造成24人受伤 主嫌犯林英昌自己也身受重伤 经过多日治疗已经恢复意识 最快12号就能接受征讯 理清动机 警方发现林英昌罹患癌症 于家人失联 离群所居 以货车为家 平时仅靠政府补助金过活 推测他可能久病厌世 而最新调查显示 林英昌犯案前两天曾打电话到捷运悠友卡公司抱怨 警方怀疑他原本计划引爆炸弹的地点是在捷运车站 也不排除有共犯 警方表示 由于林英昌仍在接受插管治疗 无法说话 只能等到他伤势稳定后才能开始征讯 理清炸弹来源 以及他自杀和伤人的动机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上涨 其中标普指数创收盘历史新高 纳指批近5000点的大关 美国上月就业数据强劲 提挣了投资人的信心 我们来看华尔街舞标市场在星期一的走势状况 星期一美股早时开盘就是三大指数呈现 上升高开 收盘时也是以上升做收标普500指数 在星期一创历史新高激励 收盘时预计占上了2143.60点 那么在踏盘早时开盘是看好了国际的政治情势 是回稳的现象 那么日本大选之后呢 日元对美元呈现大幅上升的走势 同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可能近期会推出价值 10万亿日元的经济振兴计划 另外英国的保守党新的领导人也出炉为Teresa May 所以这个消息也使英国脱欧之后 现在不定因素略微有所减出 所以在当天出现的经济增长比较敏感的相关的肋骨 对三大指数都有相当正面的支持 那么在标准PRO500指数当中 大多数行业类股都是出现走高 产业资讯股领涨 而保守的类股相保健 以及公用类股相对来说是走低 道琼斯瓶颈工艺指当中 领涨的是高盛公司 波音飞机公司 以及3M公司 投资人认为 接下来市场高度关注的将是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正信介入多位联主官员将会纷纷发表讲话 也会使投资人高度关注联主官员 目前对美国经济的真正的评价如何 那么也有捐商表示 如果经济数据基本上还算回稳 但是公司盈利消息不如人意 特别是今后前景 有一个负面的预测的话 对股票市场仍然还会造成压力 不过星期一日高开高走 上升做收 以上是星期一 请过分后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来关注的节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为了增进对媒体的更多了解 倾听各族裔社区的心声 休斯顿市长特纳日前是在市政厅 举办了媒体交流午餐会 休斯顿市长特纳 6月28日在市政厅举办媒体交流午餐会 这是特纳市长上任后 首次举办的媒体参序联谊活动 休斯顿二十几家各族裔媒体代表 在市政厅围坐在一起 与市长共进午餐 畅谈休斯顿的发展前景 特纳市长向大家介绍了 休斯顿城市建设的机遇 挑战和规划 他说 休斯顿是全美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 希望各族裔相互了解 建立友谊 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和融合 参会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行 媒体代表们踊跃提问 特纳市长认真亲切幽默的解答 展现出亲民作风和深入实际 具有长眼远光的领导者形象 记者提到 全球石油工业低迷 对休斯顿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市长表示 休斯顿有世界石油之都的美称 油价低迷对休斯顿的经济 有负面影响 但是其他各大企业仍在发展 休斯顿的总体经济发展 依然强劲 华人媒体代表 将四川省成都市旅游局 和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所著的 穿越时空英文版 转送给特纳市长 该书是成都市旅游局 面向海内外读者和游客 推广成都美式旅游文化的图书 为了争取更多的投资合作机会 休斯顿将派贸易代表团 访问古巴、南非和墨西哥等国家 2017年 特纳市长将访问中国大陆 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特约记者 于为、穆时、休斯顿报道 近日洛杉矶的多个华裔城市 联合举办了一场媒体发布会 讲解了710公路的历史与现状 希望能促成该公路至帕萨迪那市 延伸段不久后得以顺利开工 710公路通往帕萨迪那市的延伸段建设 已经拖延了超过40年 由于受到帕萨迪那市部分居民的反对 该延伸段始终无法开工建设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加州以援州本利 洛杉矶多位华裔市长做了发言 讲述了建设710公路延伸段 可以极大减少汽车在公路上拥堵造成的危机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 降低癌症和各类疾病的发生率 而目前前往帕萨迪那市的汽车 必须借过周边华裔城市的小路 却不会给这些城市带来任何经济效益 相反 越来越多的车辆加剧了交通堵塞 增加了出行时间 而目前认为最为可行的方案 就是将710公路延伸段建成地下隧道 Tano is the only alternative that really will reduce the traffic along the 10, the 605, the 210, and the 60 freeways and also more importantly improve traffic flow along Rosie Boulevard, St. Gabriel Boulevard, Atlantic, Garfield these north-south commercial streets 2008年的时候 我们洛杉矶郡的选民有通过一个提案 叫做Major R 那整个Major R有预留这七亿八千万的钱 来盖这个隧道 可是就是说 目前还有South Pasadena这一带的居民 他们还是坚决地反对 据悉南帕萨迪那市反对的居民主要是中老年人 他们认为隧道的通缉孔会带来空气污染 使他们容易患上癌症 然而规划中的710公路延伸段隧道 将建在地下150英尺深 通风系统采用多层过滤技术 不存在对环境的直接影响 排出的空气甚至比普通马路上还要干净 但帕萨迪那市部分居民仍旧反对建设 导致该延伸段目前依旧无法动工 根据规划如果710公路延伸段能得以开建 除了可以加快交通速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还能带来约4万多个工作机会 促进洛杉矶的经济发展 凤凰卫视引明洛杉矶报道 日前西来寺的住持惠东法师 协同监院满光法师等来到了洛杉警局 向局长赠送了感谢状 坐落在洛杉矶东区的佛光山西来寺 是美国乃至西半球最大的佛教寺院 每年农历新年 南家民众来到西来寺烧香拜佛 上万人的交通治安 全靠洛杉警局特别增派警力维护 西来寺住持惠东法师带领两位法师 来到洛杉警局位于市中心的总部 亲自向警长迈克唐纳送上感谢状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希望能够加入到警察的行列 但是警察他们有的时候 他们人手以及有一些资金上的不足 所以也希望我们社区能够帮助 所以每年我们也代表社区里面的人们 来做这项工作 因为有社区里面非常多的人到西来寺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西来寺 来给社区的人做一些回馈 洛杉警局局长迈克唐纳指出 为西来寺服务是警局的责任与义务 感谢住持亲自前来送上感谢状与捐款 警局十分乐意借助这些机会 与南加华裔社区加强沟通合作 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务 此外寺院也代表南加社区向警局捐款 希望这笔钱能用在警局的青年疫警 后备警察等培训项目中 凤凰卫视雷飞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商消息方面 今年编号第一的台风尼伯特近日是登陆台湾 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而Verizon为了方便在美居民与台湾亲友联络 就提供了免费电话服务 有线电话通信家庭客户 可于2016年7月8日至10日 尤其美国有线电话 致电台湾无需付费 使用无线电话人士 也可以于2016年的7月8日至10日 尤其美国发短信 或者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 致电台湾均无需付费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凤凤凰每周新闻友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帮你保股珍惜的一切 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联合赞助播出